接下来这一对就是要同时并存 爱情 亲情 中间发生了矛盾 还牵扯到了钱 都说谈钱不伤感情 其实很难做到 别说钱不是问题 钱会成为亲情和爱情里兴风作浪的大问题 但是总把爱情的重点盯在钱上 爱情往往会充满了神秀的味道 我跟他认识是我朋友的婚礼 也没说谁追谁吧 就一次吃完饭之后 我就挺大胆的签完他手之后 可能确定关系了 上个月我哥跟我说 想把婚结了 钱还不够 所以本身我现在手里面 还有差不多五万块钱的存款 你现在既然差个六七万 我就跟你把这五万块钱拿回去得了 都给你哥了 那咱们俩怎么办 咱们还等着以前结婚呢 就让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走进他的内心 没有成为他最重要的那个人 要结婚了是吧 考虑要结婚吧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接得成了 你不想接了 想啊 我觉得他不想接了 我什么时候不想接了 那件事情就让我觉得你不想接了 你指的那件事情是借钱的事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借钱本身不是说什么问题 那个是他的歌 他有需要我们可以帮他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看自己的能力的大小 哪怕我们就当随理给个一万两万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就 你妈交互吗 那是你哥结婚啊 对啊 那我们要不要结婚 你也知道是我哥结婚吗 不是别人 对啊 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考虑结婚 你让我今年过年怎么带你回家 你自己给我的承诺 就一年 你说今年过年回家 就一年 你觉得一年不是问题是吧 我妈间来北京的时候 我哥在北京住的就是叫招囊房嘛 就那么大点的小物 十多个平米 我哥当时跟我嫂子一块住 也没有说把我觉得不方便或怎么样 当时我就打了一个地铺嘛 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 我就记得我哥跟我说过一句话 有我吃的就用你吃的 有我住的就用你住的 我没有要否认你们俩这种亲情 我也没有挑拨的意思 但是能不能麻烦你 你照顾一下我的感受 我是全心全意的 想要说我们俩人可以将来好好的能够在一起 他现在说我把钱给我哥了 他就是结不了婚 对吧 我说你就等我一年的时间 我又不是赚不出来 我现在一月有五六千 又一千块钱 对吧 我们俩攒点 明年到时候我哥会把钱还给我一部分 我明年这个时候再想说去结婚不行吗 你就不是在跟我商量 你直接在告诉我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要跟我结婚的心态吗 我觉得你哥远远比我重要 我不是那个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